香港新劇院 歡迎大家來到王都戲院 今天我準備了一個很精彩的節目 就是尋找你愛的黃都 我們進去戲院前就先選一個位置 我們的營館在這裡… 2021年初夏 香港島北角黃都戲院 正在舉辦一場關於電影的懷舊展覽 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戲院之一 這裡見證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 回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 當時的香港電影業已經高度工業化、商業化 向來有東方好萊塢之稱 而內地電影業也隨著改革開放逐漸復甦 1982年,電影少林子在中國內地公映 製造了萬人兇巷的觀影效果 這個現象的背後,是改革開放以來 香港和內地開啟合拍電影的一個寫照 我們當時拍的少林寺 也打破了那些所有電影的記錄 太多人坐一輛車去看電影等等 完全是破記錄的 直徑瘋狂 變成我也無法掌握政府提出來的具體 馬逢國,現任香港立法會民體組別議員 上世紀八十年代 就曾任職於電影機構 致力於與內地電影建立合作的業務 開始比如八十年代那個時候就利用內地的 非常漂亮的山圈景色 還有突特的一個場景 來作為電影的拍攝場地 然後一個廉價的勞動力 可以將製作的費用降低 主創人員主要是以香港為主 我們當時是開封器之先 到內地去進行電影的合作 然後到八十年代中後期 才慢慢慢慢開始有其他的香港的電影人 音樂人到內地去發展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拍《豎起癌》的時候 要幾千人打仗的場面 軍隊裡頭那些武警 就派人來 然後幾千人看到他們那個卸調 很有紀律的 我們就說 如果在香港主局 這個場面就很難控制了 三千人 但是在內地就可以 因為他入算才五萬 然後五萬 身兼演員、導演、製片人多職的田啟文 九十年代開始有機會去內地合作拍片 對於這種合作方式 他都很有感動 周星騎的《大花絲柔》 他當年的時候是九二年 在內地拍 然後又可以拍大場面 又有這個湖光山石啊 一些景點多一些 拍完了這個《大花絲柔》 大家就認識 原來有一個地方叫銀春 這樣子 我要把它們以往打盡 九十年代創 正是香港電影的巔峰時刻 那時候的合拍片 多數以古裝武俠 或者功夫片為主流 內地提供廠標 場地等支持 主廠以香港團隊為核心的合作模式 持續了多年 模型中 亦為內地電影的工業化發展部分 提供助力 慢慢慢慢 內地的一批電影人也成長了 他們也懂得掌握了 進行商業電影的創作跟拍攝 所以到兩千年之後 內地電影其實追趕得非常快 還在一個固定概念 就是電影是一個本質 是藝術 是文化 使它要有深刻 但是香港不是 香港的那個電影的工作方式 創作方式 跟大陸像台灣都距離比較遠 它是跟觀眾貼得更近 我們需要 而且它對我們整個電影的推進 都很很重要的作用 因為內地當時其實 國營製片廠的制度剛剛開始改變 所以當你有了香港的技術人員 願意用跟觀眾溝通的方法 商業的方法去把電影的產業帶起來 所以前幾年其實香港電影的導演 確實是非常有貢獻 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 兩地文化合作更加緊密 2003年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亦稱SIPA 和後續補充協議的簽署 令更多香港人北上發展 進一步帶動了合拍片熱潮 我覺得SIPA還是挺有用的 就是整個香港跟內地的那個經貿合約 給香港的一些優惠 在內地拍片的時候 發行能夠在內地發行等等 這個確實是使到香港電影工業 能夠用另外一個形式去延續下去 可以說過去十年或十幾年 內地最賣作的電影 相當一部分還是香港的創作人參與製作的 我認識你一個平地 大家反省都有一個敬意 你自己曾經堅持和相信的 是不是已經忘了 你比如說《紅海行動》 這是一個香港導演拍攝的 商業上非常成功 演員來說是兩地的合作 團隊也是兩地的合作 這個已經是最近的一個模式 在過去幾年這樣的模式是越來越多 這就是香港的那個電視廣播的行業 在那個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這個行業的蓬勃發展就帶動了整個 包括電影 電視 流行音樂 整個清洗 因為那個時候全世界華人社會 香港是一個重要的輸出口 在香港演藝圈的黃金時期 八十年代可以說香港演藝圈的黃金時期 溫拿五虎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紅遍全球華人圈的香港本土樂隊組合 曾經見證了粵語流行文化 走向繁盛的開始 好像八十年代香港的中文 廣東話的內容 包括唱電影 音樂 都很多 很好 然後後來中國大陸的開放 所以很多創作人都跑到 跑到內地去了 卡拉OK裡面當年是很一窩紅的 去把香港一些廣東歌都播出來 在當年我就有最第一批 最早的一批人出天蝶 天蝶就是卡拉OK裡面的歌 還有演唱會錄下來 所以他們一到大街小上 都聽到我的音樂 因為在北京我自己開歌唱 但是我排練的中間突然間 有一些人 我相信是節目的部門的人 說要邀請我去現場去演出春晚 本來露營的一個節目 結果現場有差不多一萬多的人 不捨得從哪裡來 看演唱會一樣 不停地拍手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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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完了水中華已經唱完了 還有中間還有一些其他的歌 都沒有音樂吧 都清唱 無論是戚策八九十年代歌壇的 四大天王現象 還是張國榮 梅艷芳 譚永倫等低造的音樂神話 一直到今天 繁星的網絡綜藝時代 香港基因早已靜靜融入祖國血盟 並繼續引領著 話語流行文化的創造力和影響力 演唱會